10月29日,四川省简阳市大地生态发展有限公司,及周振南父亲周勇的公司,目前经营风险信息为三条。 该公司旗下小区建筑质量低下,墙壁砖瓦脱落,粪水流出地下室,小区业主至今没有方产证。 四川省乐志县天池藕粉有限责任公司,及周振南母亲杨厚超的公司,生产用房、工业用地、生产办公用房也被选定评估,经办法院均为四川省滋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据风险信息显示,其父母历史执行标的总金额为12.3亿人民币。